什么时候的事儿 就前两天 前几天啊 我怎么不知道 你该不会跟我说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我看你也你就会怀孕这种话吧 怎么了 白讲野孩子你还不愿意啊 欺负人是不是还有没有王法呀 是那么回事儿吗 合着我把你当牵走 你是纯纯把我当冤种啊 我明白了 你这次让我回来 纯粹是为了给孩子找个爹是吧 行 今天我就辞职好不好 这什么啊 干嘛 话的 你没怀孕啊 不然呢 我就是为了应付我妈 你是能应付你妈了 我怎么办 阿姨把我误会了 误会就误会呗 要不然你真的把 打住啊打住啊别说 这个说了不能播 笑什么啊 主管也把我误会了怎么办 你自己和他说清楚 哥 哥哥你听我说 签总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啊 你放屁 你跟签总都有孩子了 你说为了我 哎哟哥 你听我说 这做这些真是为了你 那你说哪为了我 是这样啊 哥 签总是为了应付他妈妈才说他怀孕了 那根线是画上去的 让我来背这个黑锅 这不是为了维护你在签总妈妈形成光辉的形象吗 继续说 哎呀 你想啊 签总说喜欢一个员工是吧 那我这一枚文化二枚颜值的 那必然不可能是我 那既然不是我 对吧 是不是 那你这么说 你有点道理啊 那既然你听我背了黑锅 你既然晚上我去吃吧 签总真没怀孕 真没怀孕哥 你吓死我了 真没怀孕 真没怀孕 真没怀孕哥 真没怀孕 信我 信我一次好不好 信弟弟一次 我都给签总好过脉了 好脉 好脉 那我爷爷是老中医 那我从小你看 会点手法 这不过风吧 我给他靠过脉了 没怀孕 你假的 最近身体老没气 查看了小小的有点快 那够吧 没有 看你什么水平 行 没事 哥 你这就是虚 胡说啊 哥的能不能远超你 得想象 庸依 你这就是庸依 嘿 你自己虚寒怪我 一切美好 是多人 啊